醫生說我的細菌已經長很滿 已經到後面去 到眼睛後方 所以那時候就趕快給我開那個 類固醇 那時候一天吃到六顆 醫生跟我講說 視力就是受損 因為我也是一個親子部落客 所以我每天在用眼睛的那個 時間是非常長 然後我在十月初的時候 就發現眼睛怎麼有一點紅紅的 然後那時候是禮拜五 那我想說 妳說眼睛裡面的 眼睛 就是左眼在眼白 我有帶照片 照鏡子看到的 這個其實已經第二天 其實我第一天是一點點 然後第二天就變得整個紅起來 那因為就是禮拜五 那隔天是假日 我想說也不會痛 也沒有不舒服 所以我禮拜一才去看 結果禮拜一去看的時候 醫生就跟我講說 我這是眼睛破洞 他就幫我那個點了藥水 他說我應該回去大概就會好了 然後我就回去點 到第二天反而就變得更紅了 就是剛剛那張照片更紅 然後就不行 然後我就覺得怎麼會這樣 就到第三天 我開始已經有點胃光 然後流眼淚 我眼睛張不開 就是這時候 因為開始整個眼睛又腫又痛 又睜不開 那真的很痛 眼睛真的很痛 你沒辦法睡 然後你也沒辦法日常睡 可能眼睛已經很痛 很難過 然後到後來我姐姐說 你換一家醫院看 結果後來我換了一間醫院看 結果醫生說我那是 紅彩鹽 紅彩鹽 對 因為紅彩鹽 所以我才會胃光 然後髒不開 因為脫太久了 我到時候 我換到第二間醫院看的時候 已經第四天了 所以醫生說 我的細菌已經長很滿 我已經到後面去 到眼睛後方 所以那時候就趕快給我 開那個類固醇 還有吃的類固醇 我那時候 痛是很嚴重 後來是因為這樣慢慢好 就有 吃了類固醇之後 痛到看完的隔天就好了 但就不會痛 可是醫生跟我講說 就是我雖然紅彩鹽 好了 但是我的視力是模糊的 那怎麼造成 它那個也是壓力移情的 就是你自體免疫系統 那有一種體質會 就是像那個 那樣子的體質 有可能你身體就帶那個基因 當你身體發炎的時候 紅彩就是我們瞳孔 那個縮放的一個肌肉 那個就叫紅彩 那它發炎的時候 它會跟我們水晶體 有可能會產生沾黏 它就變成就是 沒有辦法調焦距 對 那比較嚴重的話 它會影響到 整個後面 因為紅彩不是只有眼睛 瞳孔縮放的這個部分 它包含視網膜的後方 都是紅彩 整片都是 所以那個時候應該叫 葡萄膜炎 就整個眼球都是葡萄膜炎 所以觀眾聽到這個故事 如果你有這種 不要拖到四天 對啊 你想你第一天 從第二天解決 你因為看我們節目知道這樣 你就省掉兩三天 不必要的痛 真的 有可能 甚至可以因為這樣 注意生活習慣 你這兩天都沒有 就不用造成這個 真的 對不對 那個真的是睡眠要充足 白天時間那麼長 也可以慢慢寫 為什麼要寫到晚了 因為白天照顧小孩 整理家務 所以真的 等他們睡了才能做 一定都是小孩睡了之後才工作 而且很奇怪 有時候白天沒靈感 到晚上 靈感很安靜 一杯紅酒來音樂 也放你們什麼 真的 不知道為什麼